掌声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张慧良 今年29岁 身高1米32 来自湖南 你在生活当中有碰到一些 因为个儿而不方便的事吗 经常会有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妈在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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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长廊 就长了那么的那么一点钱 五万块钱对我家来说 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了 当时我爸不同意 说我们家没有做过生意 我也没有做生意的经验 而且还个子那么小 我爸觉得五万块钱肯定打水漂了 宁愿把我养着 就像养一个宠物 像一个一只小猫小狗一样的养着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人 我是有个有思想 然后我妈因为这件事情 给我爸吵了一架 但是我爸还是不同意 后来我妈没办法了 就说我们离婚吧 把钱把钱费给我 我带着我的女儿过我们的苦日子 你带着你的儿子过你们的日子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闹离婚 他们以前感情很好的 我爸妈从来没有借过钱 因为只是做生意 跟我舅舅借了好几万块钱 我特别感谢我妈 对我的坚持 和鼓励 如果没有当出他们的坚持 我想就没有现在的我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现在 现在跟我老公在经营一家 你说什么 我现在在跟我老公 经营一家DIY电脑店 都结婚了嘛 是的 我们掌声有请她老公 小明 喂 老公 你在他面前很伟爱 怎么说呢 大家因为在QO圈里面聊的嘛 然后大家聊开了之后 加了好友 然后我们 我去看 去蓝通去看到的 他在蓝通协程旅行网里面 做客服 然后我们就见了一面 第一面感受如何嘛 第一面 说实话 没瞧上 你没瞧上他 当时我也没有看上他 觉得他 那个卷发 然后懒个事 感觉皮肤白白 细白 白白的那种 感觉像奶油小生的一样 然后想 这个奶油小生能靠谱吗 能当老公吗 那后来怎么走到一起了呢 后来 我们当时都有 不好意思说 没说明 然后我觉得 像楚楚吧 跟朋友 普通朋友楚楚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保持联系 然后他会说一些 他创业的经历 还有他的梦想 也是 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的学校 然后我们自己找工作 自己找了好多家 都被拒绝了 因为当时我身高没有这么高 我才一米四吧 好多这个都被拒绝掉 然后我们就 我就回家了 回家 然后找个 学个手艺 然后当时就学了一个采访 做了好几年 然后因为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嘛 我抱着一个心愿还没完成 就是想实现自己的IT创业梦 然后当时我就带了四万多块钱 到南京来创业 现在刚开始是从 我一个公司作为学徒 学了一年之后 我跳槽 然后去了别的公司 刚开始是挺艰苦的 因为三万多块钱 那时候南京的房租都要大几百亿 一个小 跟他们合租的 六个人合租的 一个小包间 只能放下一张床的空间 然后卫生间都是共用的 然后坐车上班的话 要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 然后坐了三四年出来 然后我就自己单干了 那时候手上也就五六万块钱 和我的几个同行 合租了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也就六十平方 然后坐了一年 认识了小灰 谢谢大家